提述於瑞士廣播電視集團的瑞士資訊報道 截至去年12月11日 瑞士聯邦稅務管理局 已經向96個替約成員國 提供了大約330萬個銀行帳戶的財務資料 這一項共享行動 依據的是以資料自動交換條例為基礎的全球標準框架 這條條例的法律基礎 2017年初在瑞士生效 瑞士的銀行不再為私人帳戶保密 而瑞士和中國等23個國家的自動資料交換 在2019年開始 必須要讓這些資訊能夠越來越公開透明 中國權貴將錢儲存在瑞士銀行 早已被外界起底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 財政部財科所前所長賈康 2019年8月曾轉發消息說 過百位中國人在瑞士銀行的存款 高達7萬8千億人民幣 平均每人存款780億人民幣 而據維基解密披露 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千個賬戶 近七成都是中央級官員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沈榮欽表示 由於國際上洗黑錢的渠道越來越少 這些中共權貴的手法可能會更隱蔽、更狡猾 因為他們的洗黑錢需求一直存在 土地的所有開發的權利 所以它的利潤來源 並不是它為社會創造多少價值 而是來自權利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你知道你的權利沒有辦法 永久維持的時候 那你就會更需要找一個地方 能夠安置你的財富 值得注意的是 澳門也都在瑞士商一輪的替約名單之內 分析認為 習近平非常想掌握紅色權貴洗黑錢的渠道 因此它也正在大力整頓香港金融業和澳門賭業 台灣總體經濟學者吳嘉隆認為 黨內鬥爭加劇 會促使習近平 加大追查洗黑錢力鬥 而中共也正面臨國際信用問題 吳嘉隆說中共權貴洗黑錢嚴重 歸根結底是制度問題 權力被過度使用 權力被過度使用 不受監管 吳嘉隆表示 蘇聯解體就是因為中央財政撐不住 所以習近平現在處理財政問題 必須將這些貪腐的錢追回來 沈榮欣說中共對財產權的保障 連這些中共權貴都極度缺乏信心 未來用合法手段掩護非不洗黑錢的現象 或者會越來越多